蓝油锅炉 蓝油锅炉是最常见的工业设施 用来工艺生产的过程当中 不可或缺的蒸汽以及热能 但是呢 在燃烧过程会产生出PM2.5 除了会影响空气品质 也会对民众的健康造成影响 为了改善燃烧源造成的空污问题 台中市政府提出了新政策 以补助和加盐的双管旗下 推广解禁燃料方案 加速锅炉太久欢心 台中市在104年9月订定的台中市政府 推动企业加入设备 改用天然气的补助要点 为了鼓励业者 泰换掉老旧的燃油锅炉 在106年加码补助 将补助金额上限的30万 期高至50万 呼吁业者呢 如果你是使用燃油的企业 都能提出申请来加速泰换 企业表示在工厂内 改用天然气之后 不用担心空污超标 也不用担心控管的燃料除量 而且容易操作好维护 最重要啊 煤劑可以节省 交交空污费用 煤炭要堆积 还有煤炸要处理 刚好政府要实施天然瓦器 然后我就直接把酸煤改为天然瓦器 那因为我们之前的锅炉是使用重油的锅炉 那在改善前跟改善后差异 我们最大差异在于我们的空污费的差异 那一年呢 它可以差到17万块的这个差异性 就相当大 加研标准呢 是以天然气的排放特性 去订定锅炉的空污排放限制 让业者在新增或台湾锅炉等设备的时候 该采用燃气设施或者电炉 把现有的燃油锅炉也规划给予缓冲弹性 至108年1月1日实行 在加研实施后 将有181肉锅炉完成改善 预估每年可以减少掉63公吨的PM2.5 以及526公吨的硫氧化物 约相当于6座台中公园进化量 藉由补助以及加研的双管旗下 加速空气品质改善 创造市民企业政府山营的局面